我前两年就离婚了 打算再找一个 不找了 男人都靠不住 就像韩靠得住 何小姐看起来 年龄挺小的 叫我何染就好了 好 不如我叫你妹吧 在我们那边 称呼比自己小的都这么叫 随便 你们的事 萧涵跟我说过了 是吗 他怎么说的 怎么说 平铺直序地说呗 当年 他跟你姐的感情好像很好 还秩序相同 两个人一起研发了 几株新品种的植物 本来以为还能走到最后呢 结果没想到 在事业的发展上 他们起了分歧 萧涵觉得养花养草 就是个兴趣爱好 结果女方 想从上面获得一些利益 没想到的是 女方在国外参加比赛的途中 遇到了当地暴乱 意外去世了 萧涵就把比赛的奖金 还有自己的全部积蓄 都给了女方唯一的妹妹 听说你去了国外 还嫁了人 过得不开心吗 我前两年就离婚了 所以我 就回国了 打算再找一个 不找了 男人都靠不住 就像韩靠的粥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 我这次来呢 就 只是想看看她过得好不好 这么多年不问不问 怎么突然想起来关心她了 放心吧 你们俩谈得好好的 我是不会做什么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要是我不在的话 你就要做点什么了呗 明天 萧涵还要陪我练车 我要早点回去休息了 我就不陪你完了 我先走了 明天恐怕不行 你好 为什么 因为明天 是我姐的忌日 不好意思 我想萧涵 应该没有心思陪你练车了 我 Agency 白鸟 很好 我 我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